接着带你来看到 113年花莲好近近在回篮 花莲太平洋杯冬季系列赛事记者会 今天在县福大礼堂盛大举行 花莲县长徐正伟在记者会上 宣布今年冬季大型赛事正式启动 欢迎花莲乡亲以及外线市的观光客 届时到花莲一起来为选手们来加油 从10月开始 花莲江陆续办理113年度全国田径锦标赛 113年太平洋杯自行车挑战赛 113年花莲县太平洋全国高中杯团体羽球锦标赛 以及113年花莲第六届太平洋全国跆拳锦标赛 现在徐正表示东天的花莲很精彩 运动体育是全国有名 尤其是花莲又是台湾运动选手的培养的摇篮 然而运动选手培养不再只是突发令港 我们不断的往前进进 在全国第一个城市有我们的防护员 有心理师有营养师 陪伴的大家一起到外线市去比赛的 可能是花莲縣政府率全国之先 现在每一个城市在派出我们的选手到各地区比赛的时候都有加 都有把我们的防护员 心理师 营养师把他加进来 我想这也是花莲走在我们运动界的前端 现在再加上我们运动科技的部分 所以运科的部分明年我们要拓极到台拳游泳 让我们的选手如虎添翼展翅高飞 展翅上腾 让他能够在这个用更短的时间找到对的方法 受到04013地震的重创 极富盛名的泰鲁格峡谷马松暂时无法举办 但是花莲的美景还是相当的多 在等待泰鲁格恢复的时候 选手们可以借由赛事看见花莲的重骨 让来参赛选手和亲友们能够借持有比赛 走进花莲观光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也让大家看见走过地震与风灾花莲的美好 记得继续华首导 感谢观看